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循环我的对象 这个标题起来有点抽象 简单的说就是咱们用Full Off循环 咱们再循环几个对象 这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好 我看一下知识点 第一 可迭代的对象 或说可循环的对象 一回事 第二 迭代的方法 或说循环的方法 也是一回事 就Full Off 对吧 好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今天的实战演习 首先说 我定义了几个对象 今天咱们就循环这几个对象 看一下 我先定义一个数组对象 list 10 20 30 接下来定义一个字符串对象 my stream 内容你好 再接下来定义叫做什么 大家请看 map对象 map 它干什么的吧 您就可以把理解为这种key value类型的集合 类似于哈希表 先简单这么理解就可以 好 咱们看 这个my map里面都有什么值 这是key嘛 js value javascript key pl value per py python 没有问题吧 咱们一会就循环它们 加个门 怎么循环 咱们看啊 首先说 我先循环这个数组 list Full let等于一个每一个循环出来的值 然后off这个list 然后打印出来这个值 下面实际上 我这期我想这样啊 就说我下面我代码先不讲 咱们讲一个代码运行一个 讲一个运行一个 可能这个更好一些吧 好的 咱们试试啊 咱们讲一个运行一个 我先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建一个新文件 别到时候我都讲完之后 前面的例子您忘了 这就不太好啊 好 咱们先运行第一个例子啊 第一个这个循环 试试一下啊 node 空格 test.js 对吧 回撤 大家请看 没问题吧 循环这个数组 每个循环的值 然后把它输出到控制台 ok 没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let value my string 这是什么 循环咱们的字符串 哦 字符串还能循环 每个循环节是什么内容啊 试一下啊 拷贝 ok 试一下啊 go 哎 你好啊 什么意思啊 它如果用咱们的这个foroff循环字符串的话 它会把每一个字符作为一个循环的变量给它们返回 所以说 叔叔就是你好啊 叔叔叔 注意 这是咱们经常用的一个写法啊 请您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循环这个map对象 map对象咱们知道啊 有key value两个字端 咱们循环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for let 这写上一个类似于数组的形式 里面其实是一个key value 这样写呢 它会把map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映射到咱们的key value 里面来 然后呢 输出 试一下啊 口碑过来 马上运行 go 哎 大家请看 怎么样 前面是key log 这是key 后面呢 是value 这个value 没问题吧 一对应 OK 没有问题 说明咱们用这个方法呢 用for off的这个方法 可以循环map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咱们看 呃 这就不是for off了 这是咱们基本的用map方这个map对象的方法 大家请看 我把它拷回过来 我先把它拷回过来 再给您讲解啊 大家请看 这个map对象里面有个叫做value的这个属性 把这个每一个value拿过来 附给一个什么it 叫做什么 迭代器 该怎么用 大家请看啊 我这定一个临时变量 然后呢 这个wire循环 让这个临时变量 等于迭代器里面的next的方法 这next的方法是干什么 是取到map这个对象里面的下一个值 如果有下一个值 它就把它取出来 如果没有下一个值 就退出 怎么试着啊 咱们看 我呢 去循环它取出每一个值 然后判断 如果temp等于down 当什么意思 这个map里面所有的数据都取完了 那我就break 退出这个循环 如果它不等于down 说明呢 咱们还在map的循环当中 那就怎么办 那就循环这个地方 输出这个temp里面的value和down 看它是不是已经是最后一个数字 或者说最后一个这个元素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这个例子啊 咱们马上运行 稍等 我再重开一下 刚才这个开错了 好 咱们试试啊 node 哎 怎么大写了 我说呢 node 哎 稍等一下 哎 我这个大写了 怎么去不掉了 ok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啊 所以这键盘跟本地键盘总是映射的有点毛病啊 不管了 看啊 够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先取到渣脚本 然后看是不是但 那不是dm 因为咱有三个元素 所以说再取pro是不是dm 不是 再取python是不是 不是 OK 接下来我把这个 这行改掉啊 咱们不输出这个temp点点 咱们直接输出什么 直接输出temp变量抗射什么东西啊 直接输出tmp 另外跟您说一点啊 因为咱们是在es6 所以后面这个分号加不加无所谓啊 但是我个人习惯是喜欢加分号 因为以前用java 用c c++都用惯了啊 所以说我更喜欢加分号 试试啊 够 大家请看 它输出的每个元素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value 一个dm 判断什么 判断是不是最后一个 如果是dm了 什么是最后一个了 他就不再循环了 对不对 如果不是dm 就继续循环 OK 这就是咱们简单的for off的方法啊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如果您对于这个循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请够留言 我都会给您解答 好 今天的代码呢 就是这样 我会放到开音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跟优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